第二巡回法庭又拒绝了 后面就没有进一步的消息 但是我知道这个律师团 这边他们还在做工作 还在准备找更多的 寻找更多的这个机会 上诉的机会 那同时郭先生肯定更多的时间 精力是放在那个准备这个案子 就是4月8号的那个庭审 对对对 庭审 那后面会不会加速 我们现在还不确定 但是他很大的这一块工作 是放在这个庭审的案子 还有一些证据准备 要针对这些 这个起诉书里面那些内容 这个前面几年 郭先生在司法招建站的时候 他经常跟我们讲 他每一个案子的这些文件 他都一直一直去看 那我想这一次 他更不外乎 他一定会自己首先要研究 要针对性的去 这个检方的这些起诉的 这些针对性的去 准备一些业列的这个证据 但是我们我估计可能会 下个礼拜有可能 这个律师团这边 会有一些提出来 有可能说上述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行动 我们就拭目以待吧 因为他目前这一块 没有什么特别新的 这个从法律上 没有什么特别新的 但是他你看像 俄乌战争这一块 他过现在315之前 他就每天他都在关注 俄乌的那个最新的状况 315以后 他同样是特别在乎 这个俄乌的战争 因为他知道俄乌战争 随时都可能会发生变化 就像今天的这个情况 就在他的预料之中 就是哪一天的发生这个事情 你不太好看 你不太好看 你不太好看